4月29日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表示 动态清零做法是中国防控疫情的制胜法宝 两年多的疫情防控实践证明 发现一起 扑灭一起 动态清零做法 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了疫情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路子是对的 效果是好的 是中国防控疫情的制胜法宝 中国防疫政策为何不能躺平 国家卫健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 对此进行了回应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地区发展不平衡 医疗资源总体不足 而且资源的配置也是不平衡 一老一小的疫苗接种力 总体上还不够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冲击 如果采取与病毒共成的这种所谓的躺平的策略 那么医疗卫生资源将会面临着严重挤兑的风险 大量的妻属病患者 老年人 儿童 用户等人群的身体健康将会受到威胁 同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会产生严重的冲击 对于动态清零政策的成本和收益 梁万年表示 做这个分析时应该是一个系统的观点 要算大账 总体账 动态算账 既要算经济账 更要算民生账 首先应该明确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短期和长期的关系 就要从长远的 综合的 整体的 系统的这种观点 来看它的成本和收益 在评价一场抗疫的它的成本收益的时候 不仅仅是经济或者货币的成本和收益 因为生命是无价的 生命也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 所以在做分析的时候 应该是一个系统的观点 要算大账 总体账 动态账 其实既要算经济账 更要算民生账 李斌表示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 全方位综合防控 科学精准 动态清零的第四个阶段 针对奥米克戎变异株 传染性强 传播速度快 无症状感染者比例高 隐匿性传播强等特点 在总结各地防控经验 不断完善防控的各项措施 在防控措施上 明确主攻方向 分清防控措施的优先次序 以空间换时间 把社区防控摆在了重要的位置 无论疫情形势如何变化 我们都会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 慎重如实抓好疫情的防控